- 醒一醒了啊 - 醒一醒了啊 - 过来吃早餐啊 - 平安做噩梦 平安会哭 - 可是 - 熙雨已经这样抱着平安睡了一整个晚上了 - 熙雨会累啊 - 可是平安会哭 - 平安 - 起床了 - 我们去吃早餐好不好 - 走 - 小心啊 - 爸爸也去吧 - 平安你在画什么 - 好厉害啊 - 熙雨 - 我要出去办一点事 - 你照顾平安 - 有事就找唐阿姨 - 嗯 - 熙雨现在是爸爸 - 会照顾平安了 - 来 - 来 - 我们来喝可乐 - 来 - 要给爸爸喝 - 好 - 好 - 我先走了 - 嗯 - 来 - 帮你喝 - 表哥找妈 - 妈今天去公司了 - 我不是来找他的 - 我来找你的 - 我跟表哥好像没有什么好说的 - 我有话要跟你说 - 你跟我说平安会生活得很好 - 可是我昨天看到的不是这个情况 - 平安现在很好 - 现在很好 - 明天呢 - 后天呢 - 你能保证他会一直生活得很好 - 舅妈还是那个样子 - 西域也还是那个样子 - 女... - 昨天不关他们的事 - 要关谁的事情 - 总之不关你的事 - 我很忙 - 什么叫不关我的事情 - 你不要忘了 - 我是顯世鱼 - 波妈妈 - 你没事 - 没事的 平安 - 好 你不要乖啊 没有骂你妈妈 只是跟你妈妈在说话 朋友之间 本来就会开玩笑 细雨叔叔说得对啊 跟你妈妈是朋友 现在细雨不是叔叔 现在细雨是爸爸 细雨是爸爸 细雨不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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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扰 小淼 我振雨啊 好久不见 最近好吗 我挺好的 你还在纽约吧 我有个事情呢 想麻烦你 我这边有个孩子 要去美国念书 想请你帮忙照顾他一阵子 很小 才五岁 你放心不会太久的 只要你帮我照顾一阵子 接下来的事我会安排 是我侄子 那先谢谢了 到时候我跟你联络 好 拜拜 你再怎么 黄先生 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吧 什么好谈的 你把儿子还给我 就完事了 平安不可能给你 反正您已经不要他了不是吗 大妈 你要是这么说话 我可就不爱听了 当初是谁非把孩子塞给我 求我把他养大的 算了 我懒得跟你们翻旧账 你就把平安还给我 就完事了 黄先生 钱呢我们已经在筹了 但这笔钱呢数目太大 容我们几天吧 奇了怪了 我刚才说钱的事了 我要我儿子 我儿子黄平安 你别睁着眼说下话了啊 你想要什么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啊 你放心 钱我们会给的 不过 请你耐心的等几天 如果你真的那么需要钱 连这几天都等不了的话 给你 给你 大妈 你看你这么做多伤人哪 我这么珍贵的儿子 是用钱能买得到的吗 对吧 你不知道 自从平安失踪了以后啊 我找他找他多辛苦啊 我多难过呀 唐道把他打得千块四一块 哎 你这事可不能怪我啊 那都是他跌倒自己摔的 再说了 这爸爸对儿子进行爱的管教 犯罪 那你 你这个畜生你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 你不滚 别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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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放这 不是 你烟来了 你放开 你放开 快 你快 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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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等着啊 记住了 快 快 滚 滚 你等啥 记住了 韩祖好英勇啊 你们说那个人是平安的爸爸 怎么回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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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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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的爸爸 他知道我们要领养他 不肯放人 所以来闹 那那个家伙要钱的事 你没跟他说吧 我没说 为什么没说呢 韩总挺好的 对平安挺好的 三本丸对他来说 小数目 何香 不准跟他开口 不准跟他借 你知不知道 可是 岳父大人 听盈盈的 西宇的表哥 再怎么说 那也是江家的人 用他的钱 就等于是用了 亲姐母的钱 我们背着人家 让平安做了江家的孙子 这就够缺德的 你说再用人家的钱 我这心里 盈盈 贷款的事 你问银行了没有啊 银行怎么说 能贷多少钱呢 要是再不够的话 把这个店也算进去 统统都抵押了 我们全家呀 就是喝西北风 也不能让这个混蛋 把平安带走 爸 您放心 银行说可以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平安不会被带走的 那就好 你刚才真够狠的 你还真想杀我呀 下面只要你在这上面 签个字的这些钱 就是你的 拿来吧 放弃侵权同意书 这什么呀 你也让我放弃平安的监护权 既然你想拿这么多钱 你就必须签这个字 你不想让那女人得到监护权 因为你想养 你是孩子什么人啊 不该你问的你不要问 签字 你该不会是平安的生父吧 抛弃那个女人的男人 当然不是 那你为什么呀 你到底签还是不签 这个嘛 钱是一回事 孩子是另外一回事 平安好歹我养了这么多年了 你突然让我把他让给别人 我这心里舍不得 几百万不是一个小数目 你一辈子也赚不到 这些钱够你还债的 还能让你做这小生意 你想清楚了 刚才我说了 这不是钱的问题 是孩子 我可没想真把平安的监护权让我来 平安我好歹养了四五年了 那是我的命根子 我不不以致 那我现在就打电话 给那些借债的人 告诉他们在什么地方 你别动不动 就拿债主来吓唬我 我不是吓他 我告诉你 啊 你别乱来 你要是告诉他我在哪 我就马上给平安他妈打电话 告诉他我一毛钱都不要 马上把平安的节目权给他 你还是在意平安 下边要坐着 我们通知你